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多家国外媒体 都报道了另外一条消息 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公布的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一份档案 从联邦调查局9号在其官网上公开的这份档案上看 与乔布斯打过交道的人 普遍佩服乔布斯的创造力 但也有人指责乔布斯不够诚实 一些人称乔布斯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歪曲事实真相 此外乔布斯承认 自己曾吸食过毒品 FBI之所以会对乔布斯建立档案 主要是因为在1991年 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 曾考虑请乔布斯出任政府职务 FBI因此对他进行了调查并建档 据了解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许多名人档案 如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 喜剧明星卓别林 甲科虫乐队成员约翰列农等 他们的政治信仰 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 是FBI为他们建档的主要原因 FBI为他们建议 FBI为他们建议 感谢观看